你喝一口 喝到了 嗯 这边 这周边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静的 嗯 就这边 看看 这箭子真大呀 这是我想要的 咱们去礼物看看 好 好 小小姐 这儿呢就是客厅 这边是一个小型的会客厅 随便看看 是 过室在这边 白机长 我很喜欢这里 那就定下来吧 这个房子呀太久没人住了 灰尘确实有点大 这样 待会儿我雇个人啊 帮你好好打扫一下 那就太谢谢您了 不客气 这是房租 用不了这么多 您就先帮我收着吧 等到时候房东回来了再算 好 来 局长 西安最好的餐馆是哪家 那就得说是西安饭庄了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 我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饭 对啊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当然要以表谢意了 江木小姐 我这一身制服 跟你去西安饭庄吃饭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一个警察局长 跟你这么一个漂亮洋气的女人 出现在重不愧愧之下 不合适吧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能不能麻烦白局长 把菜买回来 我们在这边吃啊 江木小姐 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这事对于我来说 就是举手之劳 吃饭免了吧 白局长 我在这里无亲无故的 就当做 帮我庆祝乔迁之喜吧 好不好 这 好不好嘛 行 叔啊 当年那在郭家那 郭叔 郭杰 那对我好得不得了 黑牛都跟我说了 郭杰 我一直住在我冯叔家 那我冯叔对我也可好可好 可仗义了呢 郭杰 说啥呢 不说你不说你不说你 等等 快 给你叔磕个头 快 那当年你就是在你叔家生的 快起来 快起来 咋不叫叔呢嘛 叔叔 这么多年没见都长这么大了 可不是嘛 那走的时候还抱在怀里呢嘛 可不 走的那天 我还记得你说啥 信腾 足够 哎呀那个脸掉的 不说了不说了 快把我给恨死了是不是 我过去了 我干闺女 杏花咋样啊 也长大了 也成大闺女了 不要呀 但没有淡淡这么高 那是你天天看着呢 那这 看不见 是吗 不行啊 来 干啥呢嘛 来 淡淡 拿着 这么多年没见孩子了 一点心意 去去去 对 淡淡 谢谢叔 拿着 见面礼嘛 拿着 拿着 妈 冯爷从小就教我 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 冯叔 你 你这国家又不是外人吗 都是跟亲叔一样 是是是 冯叔叔 我这么多年没见着孩子了 一点心意 收下吧 就是 也没多钱嘛 是这样啊 郭先生 我知道你救过云秀 我也知道你们家银子多 可我叫淡淡从小不要 随便地要人东西 这是没错吧 没错没错没错 一点心意吧 那行 云秀你拿主意 你 您都说不能要了 那我不能让您不高兴嘛 对不 收回收回 好好好 收回收回 收回收回 张小姐 张小姐 你过门啊 你过门啊 饭菜我买回来了 我还带着瓶酒 小小姐 行 进来吧 来啊 没了 请我小姐啊 来啊 剧长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叫我小姐了好吗 为什么呀 以前在家的时候 用人叫我小姐我都不愿意呢 有钱人家的姑娘 不都是喜欢被人这样叫吗 咋这么不愿意 我觉得别人叫我小姐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你说呢 白局长 那从现在开始我也不喜欢别人叫我白局长了 可是你明明就是警察局的局长啊 这个局长啊 仅仅代表的是官方的一种称谓 也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这样 干脆啊 你就叫我白大哥得了 我看啊 连白字都不要了 就叫你大哥好了 我在家的时候 上面只有两个姐姐 所以我从小呢 就希望我有一个哥哥来保护我 这下 终于可以容院了 行 就这么定了 我真的很庆幸 我做了这个正确的决定 什么重要的决定啊 就是来到了西安 找到了你啊 我在天山的父母和姐姐 哦 如果他们知道了 我现在有一个大哥来保护我 应该 会挺高兴的吧 来 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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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听我说啊 人死啊不能复生 你来身边吧 别太难过了 对不起啊 白纪尚 对不起啊 大哥 我就是一想到 我的父母和姐姐 死在鬼子的倒下 我就特别地难过 特别地害怕 李津默 哎呀 你是没有在现场看到 你实在是太吓人了 乔默 你听我说 乔默 乔默 你听我说 这儿啊 不是南京 这儿是西安 西安没鬼子 再说了 有大哥保护你 你怕什么呀 你就安安心心地住在这儿一晃 没有人敢欺负你的 没有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没有人敢欺负 你不认为 我感谢你 你不认为 我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晚才回来 你以为局长是那么好当的吗 你喝了多少酒啊 医生的酒气 新疆是上人三把火嘛 我得修改新的规章制度 还得看完新的队长 这个 还得 还得 还得跟啥来着 反正那啥 跟你个老娘说的你也不懂 我是不懂 那你喝点茶 我给你打点十点水 你收拾了 大哥 我怎么突然间好晕啊 我想睡觉啊 我跟你说 这都些小铺子 而且都是些百年老店 这都是水车巷的 小铺 你好 你这可能都排不出去 你还是得到外头去看看啊 那个 郭剑 我今天就不能陪你逛了 我最近面粉上太忙了 我赶紧把那面粉给加工出来 给那同关 黄河边助军 送过去送过去我就没事了 送完之后 我有时间陪你好好逛咋样 行行行 你不是要看那个商机呢吗 我建议你去东大街好好看看 东大街 东大街 对对对 行 那你先忙着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 都成面粉厂副厂长了 赶鸭子上架嘛 人家有钱的出钱 有力出力 我没钱只能出力了嘛 李秀 我在你身上才真正见识到了 什么是金国派出力的 你别抬急我了 你真是 我说的是真话 你说 你家那么多银子 你咋处理的吗 你还惦记我们家银子 那那么多银子谁不惦记呢 反正你爸给我那金砖 我都捐了 我留了一块 我给蛋蛋留的 等蛋蛋长大结婚用的 我们家那些银子 一部分捐给抗人部队 好好好 还有一部分藏山里了 那都藏在山里的钱 那是死钱嘛 那真不如全圈了呢 我爸 岁数大 总想给儿孙留点财产 儿孙自有儿孙福 可怜天下父母亲吧 你还别说 我这梦里头啊 还老梦见过书呢 真想他老人家 我跟你说啊 等把这小鬼都打泡了 你一定要去我们家 我爸在家总念叨你呢 你放心 肯定有机会去 我要不然 就要淡淡陪你逛咋样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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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转转就行 那中午饭我不管你了 不用管我 行 你要是泡沫要吃不惯的话 他那个东大街 刚好有一个 你们山西的兜修面 我觉得还味道不错 名字咋 我 放心吧 你快去忙吧 行行 那我不管你了 行不行 好好 过两天陪你逛 好好好 来 快去忙吧 白队长 这次你们抓捕了鬼子特务 立了大功 我向你表示祝贺 抗日时期全民对付鬼子嘛 再说了 这也是我们警察局 应敬的职责 何站长 待会儿我还有个会 研究下一步 针对鬼子特务的工作 所以咱们长话段说 大队长 我估计鬼子 一定马上会增派特务 潜入西安的 我不是刚破获他们一个语点吗 他们不会这么快来吗 他们的行动一向很迅速 因为一个成功的特务 他的战斗力 相当于一个团 甚至是一个师的兵 现在打仗嘛 打得不但是实力 同时打得也是情报战 好啊 让他们来吧 他们再敢来 我再一次让他们有来无回 白队长 还是小心点好啊 鬼子很狡猾 之前我们跟踪鬼子发报地点 每一次都是刚刚靠近 他们就中断发报更换地点 所以今天我来拜访你 咱们之间没有死教 谈不上拜访 只说工作 我就想好了 以后我们两个部门 协同工作 情报共享 一旦我们发现目标 就把大概的方位告诉你们 你们继续侦查 等确定目标位置之后 我们就 携手抓捕 我们一定要确保 发电厂 面粉厂 还有军火库的安全 因为这些 都是日本人 企图轰炸的重点 好 为了党国 为了人民 从今天开始 咱们协同工作 情报共享 联手抗日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 合作愉快 不送 嗯 天真说啊 你说你又打响曲 发报啦 好玩呗 可是我爸 我妈又不在 谁跟你教 不用他们教 我们就去看看嘛 看看又不是学习啊 耽耽 你懂耳如目染的意思吗 不懂啊 看来你妈什么都没给你教 妈是不是啥都给你教呀 那当然了 曹操 等你妈回来 你就跟你妈妈说 如果她再不教了你 你长大就是个笨蛋 张张哥 我不想当笨蛋 那我先教你耳如目染的意思吧 耳朵是干吗的 听的 眼睛呢 看的呀 这不就对了吗 耳如目染呢就是这个意思 耳朵听一件事听多了 眼睛看一件事看多了 你就情不自禁地去做这件事了 懂了吧 还是不懂 基础太差了 慢慢来吧 进展的顺利呢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很好 你呢 愉快上钩了 可能性有多大 百分之百 你筋膀上的担子比我们重 这可是个大任务 我的生命和肉体都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 为了帝国的利益和大和民族的昌盛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对你的这种精神 敬佩之之 不用敬佩我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听说面粉厂正在加班加点地磨面粉 准备送往住宿在黄河的部队 数量有多少 很多 马上抓紧时间弄清楚 他们运送粮食的时间和路线 切断他们的粮食补给 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明白 这下连菩萨都保佑物养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带带 花草 你们怎么来了 叔叔 叔叔 带带哥说要来耳濡目染一下 发报的事情 你也懂耳濡目染了啊 带带哥刚才教我的 叔叔 我想按一下那个发报机 按发报机 我喜欢听那个滴滴滴的声音 你怎么会喜欢 听这声音呢 我就是喜欢听那个声音嘛 这 行 老雯 麻烦你起来一下 谢谢啊 按吧 真像个老练的发报员啊 叔叔 这个为什么没有像他们一样滴滴滴的声音呢 有声音就发出去了 那我给我妈发 让她回来吃饭也不行吗 你妈又没发报机 怎么收到你们发的电报呀 舅 那你给我妈一台发报机嘛 舅舅你笑什么嘛 你妈又不是特务要什么发报机 那鬼子的特务也用这个发报吗 对 他们就是用发报机 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别的鬼子的 那 多远都可以收到吗 嗯 那 比如说啊 山西的鬼子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打掌 在先的鬼子呢 收到了军事情报之后 他们就会用最快的速度 发报 告诉山西的鬼子 哦 我懂了 行了 都起来吧啊 大人要工作 快 快 叔叔 我爸爸和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晚上回来 那我今天晚上的工作 就可以见到爸爸和妈妈了 对 要是他们回来的晚都睡得早 那就见不着了 好 哎 大哥 嗯 我怎么突然间好晕啊 哦 哦 那个 嗯 天色不早的 我就先回去了啊 哎 我送你 哎 哎 哎 你摔摇摇 没事 是我大哥 我哪要送啊 啊 要死我啊 辣梅 做美梦的吧 梦到谁了 当然是你了 你来干啥呀 我来给你送饺子啊 我不是跟你说吧 不要来嘛 这不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吗 我呀 亲手给你做的 韭菜鸡蛋馅的 你最爱吃了 来 那什么我现在还不饿 你就放这儿吧 我一会儿吃 哎 来 点什么 你看 先回去吧 干嘛呀 回去啥意思啊 我 我这不是在工作吗 现在 你工作你的 我看看你这啊 局长办公室 不是 有什么可看的 不就是比原来 队长的办公室 大了那么一点吗 这岂止是大了一点点啊 这家具都不一样了 你看这沙发 也有雕花的 就是不一样 看着都高贵 电话 红的 声音也不一样 响亮 好听 局长办公室好啊 你快 杨戏匣子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 就上海那种大城市 才看得到 根本咱这小地方没有的 你这能听吗 你瞧瞧你那个 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人家就是没见过世面嘛 我跟你说啊 只要是局以上的办公室 这些东西都有 是吗 那 厅长跟省长呢 我又没有经过厅长 省长办公室 我怎么知道啊 所以啊 咱们啊 得使劲往上爬 这爬着爬着呀 他就爬到了厅长 省长 行 我一定好好的爬 快走吧啊 不是 你今天怎么了 你干嘛老催我回去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做人要低调吗 我来了就告调了 工作时间 你让弟兄们看见你 过来给我送饭 影响不好 还怕兄弟们看到影响不好 白耀祖 当时我没嫁给你的时候 你过来跟我求婚 又搂又抱又气 你怎么不怕你兄弟们 看到影响不好啊 现在你跟我装起生情来了 你说对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装弄酒 过去是队长 现在是局长 官大责任的啊 浪梅啊 官不是那么好当的 得处处小心谨慎 我给你送完饺子 给你丢人了是吧 也没说是丢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先回去啊 我就不回去 我男人的办公室 我想待多久 我就待多久 我还就不信邪了呢 今天晚上我就睡在这儿 我看他谁敢放半个屁 我敢放 疯了没 我是不是就跟你说不明白 我是不是就跟你说不明白 赶紧给我走 你敢摔我 这摔一个怎么了 什么 好你个白耀祖啊你 你当了局长 你就不认人了是吗你 你个小点 我就不小声 我偏要喊 我要喊给你所有的兄弟们 听的 你白耀祖当了局长了 你就不认老婆了你 我就付个饺子 我怎么了 我好像不得好吧 我就喊 你不要当了局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我 你反正 不是错吧 这还差 行 老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来 我跟你说 本来这属于机密 我不敢跟你说 但你这样 我实在没办法了 小鬼子的特务又进行程了 这么快 咋又来了 那这鬼子不快能叫鬼子吗 我是不是正在研究 制定这个跟踪追捕的方案呢 我这两天正被这事防着呢 我 庞佛生怎么死的 不就是被小鬼的特务弄死呢 知道吗 我这个新到了局长 要是特务这案子弄不好 我这局长就没了 你是不是就开心了 我 我不开心啊 我这也没想到你当了局长 这工作这么危险 那你自己要小心点啊 我还知道你是不是为我好吗 你放心 自故以来打仗打那么多 当兵的死多还是当官的死多 当官的只会在后边喊 弟兄们给老子顶住 你放心吧 我滑得跟跟泥秀似的 你还不知道啊 行了 回去啊 那今天晚上我给你留门 还是不给你留门 那个 我也不知道 我要工作到几点呢 你先睡吧 别给我留门啊 我不回来我这心里头不踏实 行行行 行了 我尽量啊 我尽量尽量尽量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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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饺子你 别记得是啊 知道了 知道了 走吧 我送你出去啊 走吧 走吧 可是我还是担心你 我是得小心点啊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 行了 行了 我知道啊 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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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啊 我生气了 我是说饺子吧 别忘了带婚线啊 我寻找呢 你是不是要走啊 快走啊 姐姐 姐姐 你干啥吗 你想看它 我 ہ中国人 你不敢吃吗 你不敢吃吗 我别把我葬着呢 沙粉把您给吹来了 他们去我那儿玩了 你说这蛋蛋 非要玩什么发暴击 这孩子最近怪了啊 就迷上发暴击了 水爷 干爸 没事 而且干爸还系着床呢 我给她道歉去 蛋蛋 你带着你妹在院里玩 不影响人工作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好不好呀 去吧 你带着你 干爸 我哥这是来给您道歉的 事都做了 还道什么歉啊 水叔 当年双十二事变的时候 我对廖秋月还有水师长 别提这事 我一听就烦 水叔 我说 你个大战长 水叔水叔这么叫着 我承担不起 水叔 不 当年的事情在情理上 我是极不情愿的 但我是军人 我必须执行命令 所以 我只能给你道歉了 对不起 干爸 我隔着说的真的都是心里话 其实早就想来解释这个事情了 这不没脸吗 今天要送淡淡过来 坐吧 叫你坐呢 快坐 干爸 我那运良的卡车啊 已经联系差不多了 就等着落实了 我说啊 起码得八辆卡车 我觉得八辆恐怕不够 那你就看着办吧 最好宽松点 别怕花银子 水叔 你们之前的路线 是不是从灵桐到卫南 然后经过华阴线 再到通关呀 是啊 这条道好走 又近 别再走了 之前警察局 虽然捣毁了一个 鬼子特务组织 但我相信 一定还有其他的鬼子特务 潜伏在西安 一旦他们发现了车队 就会通知鬼子部队 派飞机轰炸的 哥 你有啥话直说 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 车队晚上出发 看见的人越少越好 第二 改变车队路线 改变路线 水叔 哥 你看这样行不行 车队出了西安之后往北走 然后经过浦城 河阳 还有寒城 最后顺着黄河南下 一样可以到通关 他说那条路我走过 那路难走不说 但是从这儿到那儿 得三天时间 走这条道一天就到了 虽然远 但是安全 原来的老路 要是叫日本人发现 那就危险了 你还别说 他说得还真有道理 这条道啊 虽然难走 但是啊 这运良的车队 真要让日本人给炸了 那后果 可真是不堪设想 就是 那车队什么时候出发呀 就把车背齐了就走 出发的时候通知我一下 我可以排出 带有电波探测器的检测车 满大街巡逻 这样 鬼子特务就不敢轻易发报 车队的消息 就更加安全了 这个注意好 廖春松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今天晚上回来 那我就走了啊 等等 谢谢你的好主意 有什么好谢的 都是为了打鬼子 走了 干啥 想啥呢 想啥呢 虽然他过去啊 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但起码现在 他是打鬼子的 再不打鬼子成汉奸了 我说秀啊 你赶快去准备联系车 最好明天就走 那边都催了 你放心 我要补 这次啊 我跟车去 面粉厂的事 可就全交给你了 干嘛 还是我压车吧 还是我压车吧 你还要照顾淡淡的吗 行 郭姐 杨肉泡沫吃了吗今天 吃了 吃了 我这一个人吃了三个馍 我这琢磨啊 这羊肉泡沫这么好吃 一定是这锅汤特别好 那当然了 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味道 你都去撞哪儿了 大宴塔 钟楼 还有 看到啥商机没 哪能说看到就看到 再说 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和丹丹 商机嘛 送给你再看一看 咱这些大卡车这是要干啥啊 给黄河守军送面粉的 好啊 好好 再强大的部队 也不能不吃饭是吗 就是 好 好 好 但是 我可听说啊 这小鬼子经常轰炸在那个布局线 可不是吗 这次面粉 很多 我跟我干爸都商量好了 得换路线 这次呀 我们从合眼铺城 寒城一带走 等出了西安城 你说那是笨鬼子特伙 两眼一抹黑 啥也不知道 好 太好了 这线改得太好了 可不是吗 这样小鬼子连眼睛都照不着 就是的 我还有一事啊 啥事 说 我晚上想请这个水叔的家吃个饭 不能总让人请我是不是 有 那恐怕今天没时间了 改天吧 我还得去催一批车呢 我先走了 你叫转转 随便转转啊 啊 好 那 那 那你先忙 好 好 改得好 改得好 明天有车队 给黄河守军送面粉 他们改变了路线 明天晚上出西安 然后朝北走 铺城 白水 河阳 寒城 然后沿着黄河南下到通关 马上发报 请不要着急 我要看着他们出了西安再说 况且他们这次改变路线 原本一天的路程 现在要走三天 等他们沿着黄河南下的时候 我们的飞机从运程机场起飞 等守军发现的时候 一切早已为时已晚 会飞烟灭 郭剑 这一次 你又为大日本帝国立功了 好 来 来 来 慢点 慢点 别往上扔 轻点 轻点 快点 轻点 快点 轻点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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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快点 快点 妈妈 别着急 时间来的 我知道 慢点 慢点 别蹲洒了 爸 谢谢 来 轻点 轻点 忙着 一舅 来 爸 你 你还真要亲自押送啊 是啊 这不面太多 八十多吨呢 那八十多吨八辆车不就行了 装得太磁石了 这车能跑得起来吗 没事 给强翻诏事送粮食啊 不就是多两辆车 多加点银子的事啊 值了 爸 要不要我派一派士兵 跟你们一起押送 不用了 只要一说呀 是给黄河守军送粮食 土匪都不挡道 是吧 干爸说得对 这土匪啊 也想打那日本鬼子 哥 你就放心吧 我们爸的无限 改变 那你们从哪儿走 这就是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啊 不是 就是没想到嘛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 我只要一有空玩我就来 今天还不用家玩 也没什么事 我就去西安分装啊 买了一些酒菜 和你一起晚饭 怎么了 哥 你买多了 这鹤江山这路线改得好啊 是 这鬼子的眼睛是一直盯着西安 到通关这条路的 我说秀啊 你想回去歇会儿 这车晚上才出发呢 怎么可能呢 这车不出发我能回去吗 去干车 爸 娘和秋月在家给您老锅盔呢 等会儿就送回来 好 干爸 要不然我给你弄两瓶酒 你要是累了可以免两口 今儿这会儿你就免了 待会儿你干妈呀肯定给我带过来 就是 就是 爸 爸 你到了那个同关河房阵地 带我问问把市场好 好好好 好 我说秀啊 我们走了以后 你可要抓紧时间收购粮食 这兵马未动 粮草可是先行啊 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你看 我这也是瞎操心 秀啥时候办事我没放心过 你都不确定我能不能来 你还准备这么一桌酒 提前准备好嘛 万一你来了呢 那我要是十天半个月来不了 那我就每天都准备一桌好酒好菜 直到你来了为止 还是很多股票 店长 这个主意还 至少日本的特务不敢再发报 我们一定要确保车队的安全 对了 你转到下半夜 顺便去趟机场 把廖副站长和郭主任接回来 他们大概十二点左右到 是 廖副站长打电话来说 代老板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 咱们得立刻破火一起打 就像检查局部的那样 这些鬼子特务到底躲哪儿啊 我从一个小小的警察 做到队长 再做到局长 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男人嘛 在外你要报喜不报忧 我没有办法跟加勒本人说 说了也没有用 他们反而还会担心 所以咱只能自己扛吗 这都好累啊 我敬你一个 谢谢你 给了我这么一个环球 能让我说出心里话 能让我像现在这样 这么地轻松 这是我的荣幸啊 大哥 我觉得啊 叫大哥还是太生分了 以我看把那个大字去掉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妹子 我就是你的哥 怎么样 哥 妹子 哥你在工作中这么优秀 有 我猜 你一定有一位贤内助吧 嫂子一定是一位 非常温柔贤惠的女子 为你有这么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敬你 我敬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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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